白白的雪 蓝蓝的天 红红的太阳 还有黑黑泡泡的 卡布奇诺 流量大头是妍妍 自由高照我是好险 是今天的卡布奇诺 我们谈一下年轻人的生活 我相信现场做了很多的年轻人 是的 我也是年轻人一个 是 然后我们还有另外的 温吉爷也是年轻人 是的 然后我们今天现场还来了 我们的嘉宾陈雪奇 他也是校园主播 跟我们的行当是一个行当 也是具有年轻人的 这种生活态度的一个年轻人 早上好 早上好 主持人 是的 那我们都知道最近 我们所谓的新人类 都是一些会比较消费高的一群人群 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主要就是来探讨一下 算是探讨吧 探讨一下我们这些 新年轻人呢 他们的消费能力呢 会是到怎样的一个程度 所以我来想问一下 雪奇小姐呢 我问小姐 可以来看 年轻人吗 年轻人吗 可以没有关系 你这样美女也是没关系的 我们外面有一个镜子 可以照一下 开玩笑了 是的 那我们想问一下 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消费 是比较高的 那你算是90后 我是90后 好 先先先 我是90后 90后还是00后 90后啦 00后太年轻了 我想问一下 你的这些正常的消费 会消费到哪里 其实因为我是在槟城读书的嘛 所以我的消费其实平均 每个月的话 不会超过1000吧 1000如果是包住宿的话 因为我的住宿平均都要给个500 400到500块 然后我的个人的消费 我其实不怎么买衣服的 我不怎么花在奢侈品 所以我的个人消费比较多 是在于食物方面 所以600到700之间 算是我每个月 在食物上面的消费 所以你说你在槟城有住宿 所以你是说你不是槟城人吗 不是 我是玻璃市人 最北的一个 最北的一个州属 对对对 所以你长得像泰国人 不是 我只是会说一点点的泰语 因为毕竟会耳辱目染嘛 你总是会听到一些泰语的 所以你要学习的话 我是可以教你几招的 那你可以说两句来听听看 真的吗 你要听吗 我这不是很标准 就说两句吧 你总好吃怎么说吗 好吃 好吃 不是 那个是福建 好吃就叫做 阿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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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人的名字 很像一个名字 其实我们这个年轻人 我们对年轻人的生活态度 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谈一下 你包括我们平时的生活的消费是一个方面 然后还有他平时所接触的文化类的一些项目都有哪些 然后你包括平时结交的朋友都会有怎样子的一些朋友圈 然后还有对于我们国家的看法 然后对于一些国际国际一些时事的一些看法 然后等等等等的 他都算是在我们整个年轻人的这个生活态度里面能够表达和展现出来 其实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我们各自平时的这个生活开销 我们还算是这个就是比较比较宽裕的宽裕的什么一群人 没有就像我们的这个描述里边所说的 没有一些这个家类这样子的一些一些是一些事情的项目 所以说那么生活上的开销 就是生活上的费用对于我们所选择的生活品质很重要吗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以每个人都谈一下不同的看法 让我们来先问一下文杰吧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开销 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是看看身边的朋友是怎么样 很多时候都是可能个人不怎么花费 但是因为身边的朋友可能花费都比较好 可能会比较好 可能看看朋友是怎么样 如果朋友稍微比花得比较好 当然自己也会慢慢的就跟随 就可能会跟随 可能因为可能他吃的是比较好的 可能是去起餐一天可能吃一个二十块三十块 但是平时可能你只吃十块钱 但是没有办法你跟朋友的话 可能就花同样的价钱 然后同样的消费方式了 可能你看到 而且现在的东西都变得越来越新了 有时候年轻人往往我个人觉得 我也是其中一位 因为就是往往呢 就是看到别人想用比较好的东西的时候 就是可能奢侈品 可能鞋子我买比别人好一些 可能喜欢买Nike Adidas之类的 或者是用的手机也比较好 我觉得都是变得 我想怎样说呢 融入这个社会里面 就是年轻人的社会里面 所以变成蛮多年轻人就是会 在奢侈品上 我觉得个人觉得蛮用的很多的 就是蛮厉害消费在这方面的 对 我是这样子看 但是如果是给我个人的话 我是当然会根据我自己的这个 赚钱的能力 然后再衡量自己是否能够去花这笔费用 这样子 是的 而且我发现最近的这些年轻人 他们的这个比较性会比较强一点 就可能别人会有这样东西 他们就会觉得 我也应该是需要的 而且一些广告上啊 就我们看到的 平时看到的广告上 他都会就是会比较 会激发这年轻人比较新 他们会说你值得拥有 就他们会有一些 一些某一些程度上 就会挑起了你一些比较新的一些 一些文字啊 就可能会告诉你 你值得拥有啊 或者是你 你应该跟别人一样 可以拥有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好像广告台词 对 很像一个广告台词 对 就是这一些广告台词呢 就是会激发到我们 这些年轻人的比较新 可能我们看最近的 我们身 我们手上拿的一些东西 电话 那很多人都觉得 电话 现在这个 我们所谓的这个 智慧型地方 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拥有的 嗯 就是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呢 iPhone A要出来了 对对对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东西 那我们是 就是因为我们也会有 这样子的一些因素在 就是这广告上的因素在 也导致到 我们的消费能力也提高了 嗯 所以这算是我们的一个 对于 我们生活 本身生活的一个态度吗 呃 我觉得是 对年轻人来说 年轻人来说 是一种态度 跟谁 跟谁潮流 跟风 跟风 跟风最重要 所以呢 很多年轻人 我不晓得啦 我个人 呃 蛮酸 算是 差不多是月光族 这一类了 就是几乎每一个月 都是月光族了 对不对 应该 应该 不晓得别人 但是我自己是 差不多是那一个level 所以呢 都必须 除了有 有这个正直之外呢 还有 外面还有些 跑台之类的 不然的话真的 不不 不够话 不够话 真的不够话 真的 嗯 那我们来问一下 雪崎嘛 是 呃 我们都知道文杰 算是有经济 呃 呃 比较独立一点的 那呃 雪崎其实你是刚毕业 对不对 对对对 那其实你算是 失业 失业 对 毕业就是失业的开始 对 那呃 你自己本身 就不算是经济独立的嘛 对对对 因为你自己本身 还没有找任何工作 看你说说 你是失业的一群人 对 我是失业的年轻人 对 那其实呃 这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呃 会不会就是呃 造成你对消费上 有一些顾虑 因为你算是呃 讲说难听一点 就是你算是还是 在拿着家人的钱 对对对 消费上的顾虑 是一定有的 而且每个月都会呃 限制自己 就是有什么可以花 而且主要的是买一些呃 自己需要的 而不是买自己想要的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嗯 然后其实我不太赞成说 年轻人是一个呃 非常花钱如流水的这一方面 因为毕竟 现在年轻人都有自己的自制能力 所以呢 在这一方面他们还是会考量到 哎我平时我那些花在的地方 是不是真的需要的 对于我而言的话呢 我是觉得我不会呃 每一个月都会平均买一件衣服 不是这样的 是会平时可能呃 找一些外快 可能做一些呃 比较能赚一些快钱的工作 然后这些就可以拿来扣赏自己 可是呃不至于要每天让自己就是活得那么辛苦 就每天都餐餐那些吃一些白饭配酱油啊 就不至于啦 但是呃毕竟在那个消费上面呢 是有一定的顾虑的 如果你是平均 如果你是塞选进去的话 可能就有机会 就是圆你DJ一梦这样子 所以你是被选进去的 我是其中一位 因为毕竟就是你参与 就是大众传播 你独自这一块呢 你毕竟要牵涉多一点领域 你才能知道 自己以后更好的方向在哪里 而不是像我这样 现在毕业就感觉有点 没有头绪的感觉 正常我觉得 每个年纪念出来就是 空洞的变成 我本来有的梦想变成 感觉 对对对 可不可以踏进去啊 其实20多岁是迷茫了一个年纪 如果找到真正的方向 我觉得接下来应该都不怎么是问题 最重要是突破这一块 你真的是20多岁吗 你说好像是一个30多岁 在对一个20多岁的人来说的一些 我不是20多 我比你年轻一点 好 OK 所以还好啊 就比你年轻那么一点点 好那一点点就好 OK 不会很多 我们差距也没有很大 其实刚才你说到那个电话的那一块 我觉得现在年轻人的生活品质都建立在了 就是自己的那个存在价值吧 他们要找到自己的存在价值 就可能我觉得 我用的东西必须要跟我身边的人 就是一样的 如果现在我用的是一个手机 就是打键盘的 他们可能就认为 你怎么现在还在用这部手机 应该没有 应该没有在打键盘 对 你也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可能比较性的那个心态 所以就造成他们生活品质也会相对的比以往提高了很多 那身为一个年轻的人 你会觉得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消费能力限制上会有 会影响到你自己本身对这个你生活的品质要求会有影响吗 是一定会的 因为生活品质基本都是建立在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那个价值观上 如果是有那个限制的话 可能有很多事情 如果说我伤心的话 可能不能去到巴黎伤心 又不能去到其他国家伤心 所以就可能自己会找一点比较能让自己抒发的一个管道 但是不至于是一定要建立在金钱上面 因为生活品质大多数也是可以是建立在自己生活的小细节 比如说我是一个爱干净的人 所以我都回到家 每天都会平均的洗个两三次澡 然后每个月换一次床单 我觉得这也是提高生活品质的一个方向 不一定都是要建立在那个所谓的消费啊金钱上面的 可是你一天洗多几次澡 你就用多了那一些沐浴露 可是在从中呢 这一个生活费也会调高 其实如果要出去工作的话呢 基本上一天我觉得只能洗两次澡 两次是正常 早上出去然后晚上回来就洗 一次就睡觉了 不可能半年还爬起来洗吧 好险你是这样的吗 这个 幻夜梦游起来 我不应该把我自己的私人生活 把都广播出去吧 所以我觉得 这算是看自己怎么看待的 这一个生活品质 是的 是 其实这个 我相信这个 雪芹呢 有她自己的生活 生活态度 这是算是一种生活态度 那么两位男生呢 其实也有些生活态度 对吗 不一定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 现在吗 年轻人应该都是建立在物质上吧 那你呢 我 你也是多半建立在物质上 然后小爸 还有自己的情绪 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 因为当你踏入社会 对不对 你就会有一定的要求 对自己一定的要求 可能 可能你的打扮 就是 平时的生活品质 就是 可能透过打扮 透过自己的衣容 或者是透过自己 内心的可能还不说 我们先说外表 因为很多时候 站出来就先看外表 再看内在嘛 所以呢 我觉得外表 外表啊 打扮啊 都都蛮重要的 所以 如果出去的话 你没有一个好看的衣服 人家就会 先入围族 就是看你整个人的 状态的时候呢 就会扣分啊 对 但如果你要了解 内在的话 首先 我透过你打扮 哎 不错 然后才能接近你 才能了解你的内心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外在 还蛮重要的 所以变得 变得 变得就是 哎 我们不得 不在我们平时上的外观呢 就要把这个 生活品质 提高 对不对 不然的话 别人了解不到 我们内在是怎么样啊 我个人是觉得这样的 嗯 你本身也知道 我们文杰是多才多艺的 没没没 弹吉他 唱歌啊 之类的 这个音乐对于你来说 是一种生活态度吗 呃 音乐上吗 可能是 是我的兴趣 嗯 对 然后 当然 当然音乐 呃 那个我觉得 音乐是另外一回事 因为它是修 修的是内在的一部分 呃 也没人 如果不说的话 不告诉人 我会唱歌 我会弹吉他 没有 大概没有人懂 会弹吉他 还是我会唱歌之类 就是偶尔去 住场餐厅 就唱一两首歌 就住唱这样子 嗯 让人家认识你 其实我觉得 呃 这些都是 也算是一个生活品质 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对自己一个要求 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要求啊 呃 音乐上的要求 音乐上吗 就音乐 带给我的是一种 可能生活上 平时有压力 嗯 然后透过音乐 跟音乐跟工作不一样 嗯 在当 当我在玩音乐的时候呢 整个人是很放松的 可能个人本身有表演的欲望 嗯 有表演的欲望 所以站在台上 不会害怕 反而想要表演给大家看 我的表演能力有多好 反正有时候不是为了那个钱 嗯 对 对 是个人的一些欲望在那里 我觉得 对 我相信这也是一种生活态度 对吗 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态度 也算是吧 嗯 也不完全啊 同时也不完全 因为毕竟有时候也是为了生活 有时候也会想到两两方面啊 有时候为了唱歌 就是可能一方面 为了满足自己的表演欲望 第二就是同时 主唱也是会赚钱的 嗯 对 是 是两方面 对 同时 因为达到了共同点嘛 不如就去做这样子 是的 是的 那我相信呢 在台上的表演者呢 他们大多数可能 大多数的人可能 就不会真是比较往前看的 他们想要的其实 不只是钱 就是可能是 得到大家认可 你到台上来 我相信在台上的所有的表演者呢 都有同样的一个心态 就是我站在这个台上 我就要得到台下观众的认同 而不是 这一个 我会得到多少钱 认同才是你们心中最重要的一块东西吧 嗯 对 因为站在台上应该就这样 所以你的呢 你的这个 我的这个 生活态度 对 生活态度 除了物质基础以外的一些 对于自己要求的生活态度 当然 我刚才其实我们 就是赞同问题所说的 其实我们生活态度 都是建立在物质的这一个方面上 所以呢 我觉得如果说到这一个生活 我态度的话 我觉得是离不开 有多少是离不开 我们自己本身的 这个物质上的一些东西 像电话 嗯 我自己本身呢 呃 我当我开始出来 在我开始出来工作之前呢 我 我有告诉过自己 我不喜欢一辆很 很好的车 不喜欢一辆很好的车子 就能够带我 就是 带步 带步 或者是游山玩水啊 可以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 机械带步就好了 可是当你出来社会工作过后呢 其实 呃 你会发现到 有一辆外观比较好看 你的车 其实会帮助你自己本身的一些形象上啊 或者是你自己个人的一些素质上 我可以说 我说我们个人的level 嗯 会有多多少少的提升 就呃 我自己本身在外面是有接一些主持的工作嘛 嗯 那呃 我们可能会呃 做一些工作的时候 我们会遇到一些老板 大老板 一些 呃 行政总裁 那我们有时候会一起走下去 呃 到我们的这一个呃 这个停车场嘛 那我们可能会闲聊一下 行李到过后呢 他就会呃 就会很正常的问一下 哎 你的车 你的车在哪 我就指给他看 然后我的车呢 不是一些比较啊 比较光鲜亮丽一点的车 我刚才说 是一辆旧 这一个行李是蛮旧一点的 那你可以看得出他们 其实他们眼神中 他们没有很明显的表表态出来 可是会不算是显切 会觉得哦 这是你的车 就那一种 你会从中 你会觉得到啊 你会感觉到一些啊 你不 总之你会觉得一些 心理上的一些不不舒适 不舒服 不敢上一下给人家看低的感觉 我知道那种感觉 对 然后他自己本身 我就 当然我会礼貌上问一下 哎 那你的车呢 他就会指给我看 哇 是一个 啊 就有没有一种感觉 就是 呃 当你去到 你拿自己的车的时候 人家没给反应 其实自己心里 就不怎么舒服了 因为 没给反应的时候 就大概 自己懂就怎么回事 因为通常 如果是不错的车的话 哎 哎 你车不错看耶 其实大概 就需要这样的感觉 就很不错了 不需要说太多 反正不说话的话 有点尴尬 那场面 真的 对 是的 就是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那这个东西呢 我都觉得 如果生活数字上呢 这个品质上都是 呃 首先 如果你要提升自己的话 我觉得呃 物质上是最容易 让你提升 个人这一个品质啊 这个数字的 这个 这个东西 但是如果说内在的话呢 我自己本身 呃 我会比较 想偏向 呃 因为我自己本身 也是有呃 开过呃 即时手术 所以我觉得 健康上 健康如果是 健康是我呃 算是我内在的 呃 最 呃 如果要提升我自己 个人内在的话 我觉得健康算是我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 是的 所以对饮食上 会一些要求吧 对 那么雪奇 同意这两位 男士的看法吗 说 嗯 必须要建立在一定物质之上的 这种 怎么我听的感觉是 上一代 给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压力 所以就造就了 现在年轻人对于物质上 所有的要求啊 都是源自于他们的看法 但是也不排除他们所说的 因为毕竟你出来 现在如果是出来社会工作的话 你在呃 外表上是一定要有的 那个提升 而且你所有使用的物质 他们都会认为 诶 呃 其实他们就会把一个物质 定义成你个人的 那一个呃 素质是这样子的 但是它不完全是平等的 我觉得 因为毕竟就是 呃 也是要依照自己的能力 看看自己能去到什么地步 就是不要买一些超过自己的东西 其实我觉得 其他的都还好 就是可能如果别人的就是眼光 他们会在意 诶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造成它是一个动力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能让我们提高 生活素质一个很好的方法 所以我就觉得 嗯 年轻人的推动力 其实多数都是来自于那些 呃 上一辈他们给我们的压力 啊 所以我觉得生活素质 嗯 不一定完全是物质 但是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嗯 是的 呃 其实我们谈谈到了这样子的 以我们 呃 我们的生活物质方面的一些事情 对于年轻人的一些 对于现在的生活态度 我们在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在谈一些这个 呃 或者文化项目上 文化上 对 对 我们会接触到一些什么样子的文化项目呢 然后有没有这样的心情去接触 嗯 或者是平时根本就对这方面不是怎样子感兴趣 也就是说我们个人现在到目前为止的最主要的兴趣在哪 嗯 那我相信其实在马来西亚我们是我们的文化会比较偏向西方 嗯 那我相信在场的我们我们的就算呃 呃就连我们的穿着我们的穿着也是可能偏向西方 一个一个jeans 嗯 一个牛仔裤 嗯 跟一个呃T恤 嗯 就不同的一件上衣吧 嗯 所以我们的我们的文化比较偏向西方 那我觉得呃 呃那我想问一下在场的呃嘉宾啊 雪奇 你就是 哈哈哈哈 啊这么 你啊 问可以问啊 呃 你们你们打击了我心思 没有没有没有 就觉得你你叫我的那一刹那很好笑 哈哈哈哈 OK好 好 那我想问一下呃 呃自己本身对这个文化上呢 呃呃文化上你觉得你有什么看法 如果你对文化上这一个呃呃 呃呃这些东西上 这一块上呢 会会提升你自己个人数字吗 其实我觉得文化这一块我自己个人涉及的不多 嗯 但是他不可否认就是如何否认 他是一个很好 让你去呃见识更多 让你提开就是提高你的那个呃呃 支持然后扩大自己的视野 但是呢就文化这一块其实他比较多是属于可能就我们马来西亚是多元多元种族嘛 所以呢你每接触到一个文化其实他对你的帮助呢 就是在你支持上还有就是你个人就是代人方面呢是一定会有那个提升的比如说今天我是呃要去接触的那个文化是比较偏向呃可能就是我们马来同胞的那么我就可以了解到呃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竞技都不一样 所以我就会觉得我接触了这一些呃文化他们的文化或者是我们自己个人生活的文化就会呃领悟到在生活上呢有一些东西是呃不可以或缺或者是你要学会如何去尊重别人 这个也是很好提升自己的一个生活品质然后也见也进而建立了自己对生活一些呃一些原则一些态度的那些需求 所以我觉得文化这一块是不可以缺少的但是我个人是涉及到的是不多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请文杰来说一说 哈哈因为我个人是真的不知道要说些你你的就是刚刚如他所说的我们说我们年轻人在马来西亚文化应该是比较偏向西方的 你你你你主要感受怎样这片西方呢还是马来西亚本本本土呢 我觉得我觉得马来西亚好广哦因为什么人都有 对对对因为你看最近是因为有一个节目叫中国有嘻哈 嗯对然后很多人就开始学就是你有freestyle吗之类的 哈哈哈哈然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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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中国嘻他的服装也比较大件嘛 就可能最近就比较超流川大件的 超大超大马的衣服 对啊然后到你有意愿去买一件吗 还是一定买会尝试会尝试因为我觉得是也不错看啊就是也蛮蛮潮流的 我觉得我觉得文化这个我觉得现马来西亚文化跟这个潮流离不开的 所谓的潮流因为我觉得文化是一个现代的潮流 因为我因为现在的东西都一直在变无论是穿着无论是讲话的方式 呃无论是接触的人都不一样然后每一个人有不一样的文化 好像我们接触的是比较在娱乐呃娱乐工业这方面的话呢 我们可能讲话的方式我们会比较呃官方腔 然后比较比较要特地的角字也比较好 然后要说的比较清楚这样子 但是如果我们接触的是外面的人可能说话就随便一些 啊啦啦你啊你啊所以都可以对对 我觉得是看接触的人是怎么样就变成 诶当你接触了怎么样的人你就会变成怎么样的 同样的就是物以类聚的就是近朱者测静默者黑这样子的感觉 但是也没有变黑啦 只是呃整个人的方式这个生活方式可能会会融入呃那你当时候的那一群人 所以好像我参的朋友都不是可能我不抽烟 所以我身边的人都我认识的人都没有太多是抽烟 就一部分是抽烟打打个一个比喻这样子 然后我身边的都是比较喜欢运动的 当然我身边也是很蛮多就很多运动喜欢跟我一起去运动啊 例如爬山啊打雨球等等的 就是看个人喜好就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怎么样的生活方式 你就会参到就会和怎么样的人在一起这样子 所以说其实外来文化对我们马来西亚年轻人的影响还是蛮大的对吗 对蛮大的因为我我觉得我们马来西亚蛮没有感觉没有自己的一个特色 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的语言比较多 我们可以说马来语 我们可以说客家话 我们可以说福建话 但是在在外国是在在台湾可能叫明南语 然后我们可以说广东 我们去到香港也可以说广东话 我们去到中国我们可以说华语 这个是我们的特色可能在外国人的眼看是这样子 但是来到我们本地的话 感觉好太多太杂了 太杂了太多 感觉没有一个焦点 没有一个集中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文化 所以呢还蛮就是我所说的 刚才一开始说的 就是太多了 有可能究竟就是嘻哈的 可能有韩风的 可能有等等等等不同不同的 嗯 一些文化 那我相信刚才文杰所说的 就马来西亚没有自己的这个文化特色 但我觉得太多特色就是我们马来西亚这个文化特色 就是特色 对就是我们的特色吧 而且我觉得是的 我们的这一个的确是跟潮流是有关系的一个东西 所以我们接触的文化呢 都是其实对于年轻人影响力比较强的都是外来文化 外来文化 是 嗯 这个 那这针对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本土也有本土文化 对吗 嗯 就多元族群的这种文化特色 嗯 那为什么我们年轻人更愿意去接受外来文化 而不会去接受本土文化 其实这一个东西呢 我从网络上有看过 或自己的感受 如果是说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我 我相信最大影响力是因为我们看太多这个外来的片子 这个电影 嗯 所以认为外来文化是比较具有吸引力的 而且比较具有潮流性的 而本土文化要缺少这种动力 还有这种内在的爆发力 嗯 就很难吸引到自己去接受本土文化 嗯 或者不是接受本土文化 是对本土文化受到感染 嗯 嗯 我相信其实马来西亚人 很大多数的马来西亚人都有一种抱这种心态 就是他们都会觉得外国月亮比较远 所以为什么 哪个国家错语一样 对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自己本身拿的 我们我们先我们先说我们的教育份 教育上吧 我们教育上如果我们先说大专生 大专生拿的这一个文凭都是外国的文凭 我们吃的食物呢 我们大专生吃的食物是吃个怎样的食物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burger 比较比较啊 比较比较啊 比较偏向外国的这一些食物 嗯 然后啊 我们看的电影呢 我们本土电影呢 其实我们马来西亚人自己本身也很少去看自己 支持自己本身的电影 嗯 我们再说到音乐方面 我们本身马来西亚的这个音乐的这个市场也没有很大 不管是音乐啊 娱乐啊 所以呢 这整个我们看起来呢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人就比较是偏向外的 我不知道是怎样的一个因素造成 但是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从马来西亚啊啊啊 刚开始的时候流传到下来的这这一个文化 就是我们会比较偏向国外的一个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去向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是 等一下我们听一首歌回来我们再继续谈 感谢大家